好的这节课咱们来讲如何利用野区来消耗线上的小兵 达成一个所谓的屯野勾兵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首先咱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屯野勾兵 一开始在这个兵线上 双方小兵交贵的地点是在这里 就是无人为干预对吧 然后他会交贵在这里 你看现在就说这个绿圈是防御塔的攻击范围 正好在我方的近战小兵的背后 然后在这个位置我方大哥打前其实是相对安全的 或者说是十分安全的 因为在游戏前中期游戏一开始 然后这个防御塔的攻击对于敌方英雄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几乎不会有人什么一二三级就来直接冲塔强杀 除非你的血量很残很残对吧 不然的话在塔内的这个补刀还是很安全的 那么反观对面呢 你看对面的防御塔在这里 如果对面的英雄为了补我方的小兵 那是不是至少得站在这种位置对吧 这种这种位置附近他才能补刀 那么也就是说是 我方是站在一个十分安全的防御塔保护范围内在补刀的 而对方是离他家非常非常的远 而这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优势路跟猎势路的一些基础的一个划分了吧 我方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为高效 有效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地方 同理对面也是一样嘛 对面夜眼的这个优势路在这里 对不对 他的大哥补刀是在这补 而我方的英雄要远离防御塔站在这个地方不 双方都是一样的对称的一个图形 那么如果我方在通过对线的时候 比如说通过推线 把这个兵线给推上去了 推上去之后 其实这个情况就相反了 对吧 反过来因为新手对于控线做的是非常差劲的 比如说第二波兵的交回地点 怎么了 是不是跑这来了 对吧 如果大家对线的时候 又因为一些摩擦放了一些技能 一些AOE 导致这个兵线又推上去了 咱们把这波兵打完 你立刻就能看到一个新的情况了 好 你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兵线推过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到对方的防御塔前了 然后也就是说是 这波兵的交回地点 竟然跑到这个位置来了 那么我们的大哥 就站在对方的塔前在补刀了 对方的大哥反而是站在他们塔下了 如果对方想动我的手 其实我的血量不是特别的满 不是很健康 对方打我 我要逃跑 就得从这个位置 跑一路跑回来 这得跑很远很远 会被对方追着砍一条街 但是我方这个时候 想动对方的时候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再往前跨一步 就进入对方的防卫塔的范围内了 你去攻击对方的英雄 是会被对方的防卫塔进攻的 所以说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们就需要怎么办 人为的干预兵线 把兵线尽量的再收回来 收到一开始的这个地方 于是我们就要利用到 野地的野怪来做文章了 之前咱们不是说过 野地的野怪是每分钟的时候 整点刷新判定的方式 就是说它的这个刷新黄框内 有没有多余的单位 所以说一般来说是55秒左右 将野怪把它攻击一下 勾引出来对吧 然后咱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在45秒左右 45秒左右都可以 然后直接攻击 然后把它往外拉 这个时候呢 我放到小兵正好过来 我放到小兵看见野怪 在打我们的英雄 拉到了仇恨 是吧 小兵就去攻击这组野怪了 这就是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个 拉野的一个方式 然后拉野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你看这个小兵 是不是死了 对啊 这个小兵死了 然后呢 我们的酱油 在拉野的时候 可以通过勾野 获得额外的经济和经验 额外的经济和经验 因为小因为野怪死了 就是对他来说就是经济经验 对啊 第二呢 能暂时性的把这个兵线收回来 但是这时候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啊 成成了一个撤轮战了 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就是说是由于刚才的野怪 并没有彻底的把我方的小兵给消耗掉 导致有一些小兵存活了下来 你想现在就是两个远程兵 四个经济兵 对吧 有一些小兵存活了下来 那么我方的小兵的数量 远远大于对方的小兵 那么兵线怎么 是不是必然的 又会重新的推回到对方的塔前 对吧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兵线又收不回来了 虽说只是暂时性的 那么如何能做到完美的 将这一波小兵通过野怪 彻底的消耗掉呢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就是将这组小野囤两波 囤两波 第二种的话就是直接用大野来拉 大野拉的话 验天辉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理的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一点 在25秒左右 在25秒左右 把他拉出来 拉到这个位置 好 你看 这时候野怪一攻击我 小兵就会跟着这个野怪 往野地跑 由于这组也是大野 他的这个攻击力 就要比刚才的那个小野 要高很多很多了 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再辅佐一些反补的手段 就能很容易的将这组 这组兵彻底的 被这个野怪消耗掉 第二种办法呢 就是咱们把这个小野囤两波 再55秒左右攻击他 把他拉出来 囤两波 好 这时候回去 你看 就有两组小野了 就有两组小野了 对不对 然后有人说 这个大野 大野的威力也不一样 有些大野的威力很强 有些大野威力很菜 就是大野也可以囤两波 囤两波 你再拉野一样 好 到15 16秒了 这个时候攻击 大概就15 16秒的时候攻击他 好 把他拉出来 你看这时候野怪打我了 拉到了小兵的仇恨 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两组的野怪 有两组的野怪 再打我 分了小兵 所以说 这个小兵会很快的被消耗掉 然后彻底的 然后消失掉 然后这一组 这组小兵 如果被野怪彻底的打掉之后呢 是不是对面的烈士路的英雄 就等于凭空的 有一波兵蒸发了 是不是 就没有了消失了 他们每一组 就是每一波兵 少吃一整波兵的经验跟钱 对于他们的前期的运营来说 或者经济等级来说 都是一样 损失是非常大的 你看 由于我方直接凭空消失掉了一波兵 没了 对不对 那么不管兵线是如何的 他一定都会重新回归到什么 是不是原始的这个情况 回到最原始最原始的 初始的碰面的地点 因为下一波兵过来 和我方这波兵过来 交汇的地点一定是在这里 这就是如何利用野地 如何利用野怪的这个资源 来控制兵线 就是咱们重复一遍 当兵线好的时候 对于我方大哥的保护是很好的 对于对方的威胁来说很大 因为我们可以进攻他们 追着他打一条街 他想退回到安全点 是要跑很远的路 经常就在追击的过程中 就将他击杀了 但是我方站在很安全的地方 对方想追杀我就得越塔 承担的风险会更大 对不对 然后那如果是兵线被推上去了 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什么 通过拉小野再拉大野 我做下这个演示吧 就拉小野再拉大野 达成一个野地双勾 不过这个有点麻烦 对于新生来说 可能会做不好 可能会做不好 咱们来演示一下 就是说先勾引小野 再勾引大野 双勾引 16秒 拉一下野怪 好 这个时候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兵线被勾引过来了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这个野怪的威力 不够大 对吧 不够大 他 他无法彻底的把这个 小兵清掉 怎么办呢 咱们就去把这个大野勾过来 然后呢 达成一个 哎 你看 接力的情况 对吧 达成一个接力的情况 这个也可以 不过对于新手来说 可能有点不太好掌握 这个得稍微的练习一下 这个 这个也可以啊 也就是三种办法 屯双小野 或者说什么 屯双大野 或者什么 小大野 接力 都可以将兵线 重置到这个位置 不管兵线打的多么差劲 直接就能勾回来 这就是如何利用野怪 屯野的机制 然后再 再说下时间啊 往处拉的时间 这组野往处拉 屯双野的时间 是55秒左右 大部分的野怪 都是55秒屯双野 往线上勾兵 这一般来说是16秒 46秒 这个时间点 45 15都行啊 就是往处勾 这个野点 大概就是55秒 25秒左右 往处勾 都是可以将野怪 拉到兵线上 吸引到小兵的仇恨 把它拉回去的 这个 大家只要稍做练习 就一定能做好 在实战中意义巨大